急性肠胃炎是小儿科门诊经常会见到的疾病 大多都是由轮状病毒、腺病毒、还有诺罗病毒等病毒感染 究竟急性肠胃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还有感染之后要注意些什么呢? 现在就来听听看小儿科医生的提醒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更新医院儿科主治医师王健哲 急性肠胃炎是小儿科常见的门人疾病 今天就要为大家做一个有关急性肠胃炎的简单介绍 急性肠胃炎常见的周时病毒感染 比如说轮状病毒、腺病毒、诺罗病毒 细菌的部分可能会有常听到的沙门氏菌 最主要的传染方式还是粪口传染 也就是说经由手部的接触 或者是经由食物进入到人体的体内 在现代的环境当中 要吃到不干净、不新鲜的食物 事实上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绝大部分罹患急性肠胃炎的朋友 都是因为手部的卫生跟饮食的习惯 比如说没有好好的洗手 没有使用干净的餐具或者是棉洗餐具 而造成急性肠胃炎的感染 在临床上它会产生几个比较明显的症状 第一个是呕吐 第二个腹泻 少部分的人会合并着有明显的发烧 或者是间歇性的腹痛 但这些症状并不需要全部都出现 比如说有些人的肠胃炎 它就只有吐 不一定会合并着腹泻的症状 治疗的方式建议大家到门诊就诊之后 可以跟医师询问 如果有呕吐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止吐的药物 但是因为口服的药物比较难以入口 因为那个时候你正在激烈的呕吐当中 可能可以使用一些止吐的蒸剂 会对病情有所帮助 腹泻的小朋友可以使用一些儿童专用的止血药物 记得必须是儿童专用的 因为大人的止血药有些对小朋友来说太过于强烈 会影响小朋友的肠胃蠕动 所以还是建议会使用儿童使用的止血药粉 如果有发烧 当然就是使用退烧药 然后记得要多补充一点水分跟电解质 小朋友可以喝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他因为反复的呕吐而没有办法喝水的话 记得到医院使用一些点滴补充水分 家里如果有感染急性肠胃炎的小朋友 要注意几个事项 第一个一定要预防在家里面引起其他的传染 比如说小朋友的呕吐物 小朋友的排泄物都是带有病菌的 如果他吐在地板上 那么清理地板之后 清理的人一定要记得清理手部的卫生 不要用手去把食物在送进嘴巴里面 另外感染肠胃炎的小朋友 我们会建议他要有一个短暂的进食 虽然他可能会因为水分稍微欠缺而感到口渴 或者是饥饿 但是四到六小时的进食 对于他的胃部休息其实是有帮助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一定要注意他喝水的状况 如果小朋友已经有尿量减少 或者是已经有大约四到八小时 都完全没有办法进食任何一点水分的话 就要考虑是不是有脱水的可能 到医院请医师评估 是不是需要被动的补充水分 也就是打点地 最后要注意 小朋友的呕吐物跟排泄物 如果都是一般的正常的食物的颜色 或者是排泄物是黄棕色的话 那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如果有发现到颜色的异常 比如说特别的黑 特别的绿 或者是中间有含一些血丝 有含一些白色的黏膜 都是肠胃炎里面比较严重的症状 需要考虑的是 有没有可能会有细菌感染 有没有需要考虑住院治疗 或者是抽血做检查 那么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肠胃炎只要手部的卫生做好 然后尽量保持食物准备的时候 充分加热 不要吃到一些不干净 或者是没有煮熟的食物 就可以免掉肠胃炎的困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